可是在去年五六月那個時候疫情最嚴重 在等疫苗的那個階段 民進黨的民調是跌到 民進黨的民調是低到跟國民黨差不多 也就是說那個時間 其實從民調上看得出來 確實是民進黨最辛苦的一陣子 結果今天這個疫苗的議題 去年這個買疫苗買BNT疫苗這件事情 又勾起來以後 其實在選情來講的話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 疫苗大家都打完 可是民眾的回憶會勾起來的時候 這個對於選舉來講一定是會有傷害 傷害在哪裡呢 傷害在中間選民這塊可能會有影響 就是這兩年內來 很多年進來因為他沒有打疫苗 所以呢不能去上班嘛 找不到工作等等 好那更不用講 後來還有快篩等等這些東西 這些就顯示說政府呢 小印真的只出一張嘴巴 那這裡呢 這個所謂的負責人就是陳時中嘛 我想這一定是說 要打小印的這個部分呢 一定會反映在這個陳時中的身上 這是一個危機 但是其實也是一個轉機 關鍵就在於說他能不能說實話 然後讓選民體會到 當初他非要這麼做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如果他有難處 那個難處是什麼 他必須講實話 如果說他說了實話 那也許還可以爭取到非常多的選民 對他的同情跟支持 去年四大公投的時候呢 可能是因為沒有這個音樂脫鉤嘛 或者老百姓認為說 這個也許是藍寧的事情啊 很多可能中間選民都無所謂啊 但是這一次裡面就應該是很清楚的 那些效應應該排山倒海而來啦 所以這個山海關第一關就是台北市 目前這個看起來撒卡都的情況下 陳時中的機會是最大 那如果因為某些原因 比如說疫苗的事情或是種種因素 而讓台北市這一局沒有辦法拿下來的話 如果台北市沒辦法拿下來 其實相對整個北台灣 其他地方他大概也選的會不盡理想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對民進黨來講 整個北台灣如果選的不好的話 那絕對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大家顧慮到不只是2022年 還有將來的2024年這一塊 同樣的貨 你買的價格比較高的話 那原因是什麼 那你就這個就一定要說明了 如果說明不清楚的話 那這裡面就會瓜田里下之嫌 難免就會讓別人有很多的懷疑 那麼一旦有懷疑有質疑了以後 各種的揣測就會鋪天蓋地而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民進黨要想把年底的選戰打好 那真的就是比較困難